好 何江中还有范索县的交保金都加码各加码20万元 而对于这样子一个做法律师的解释是 这有可能警告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据了解何江中他曾经用老婆的名字 在交保之后用老婆的名字开办义附卡 怀疑里头有问题 而范索县的部分 他因为没有谨慎考量被告以及聚保的特殊身份 而自我判定 趁着休假期间过瘾拿取军服等等 所以两个人的交保金额都往上加码个20万元 法律师的解释是 这有可能是警告意味相当的浓厚